一部甄嬛传让果军王李东学成为了爵士好男人的代名词 也让他一下子红遍了两岸三地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 李东学的新剧第九个寡妇也即将登陆卫视与观众见面 不过不论是媒体还是观众 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喜欢称呼他为果军王 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演员是尽量要通过自己的角色去和观众交流 更应该藏在角色的背后 一部剧播出来 大家能记住李云龙 于泽成 能记住果军王就这样的 对演来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让大家逐渐的把这个再过去的话 我觉得果军王只要一道甄嬛传 果军王这个名号一定就会被大家所想起 那么对演来说只需要就是说你有更多的作品 更新的作品 更好的作品出来 同样能够给观众扎汁 能扎得这么深就可以了 李东学在第九个寡妇中的表现 是否能超越甄嬛传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他在其中饰演的孙少勇 却十分巧合的同果军王一样 都爱上了自己兄弟的女人 但是他自己却透露 其实这两个角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恰恰在甄嬛传和第九个寡妇当中 有了这样的一个巧合 就是在这种类似于人物关系的设定上 但是孙少勇和果军王和云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 孙少勇的张力呢 从他的成长和他的对情感的纠结的这一块来讲 会更大 因为他连带着太多的东西 有大时代的东西 大时代大背景的东西 有他父亲的东西 有他对他爱人的东西 甚至说还有他弟弟 这种兄弟之间的情感 这几样的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让他会觉得特别的纠结 放到现在咱们的话说就是你了 第九个寡妇是根据颜格林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想要诠释好这里面的角色 当然要面临不小的挑战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也让李东学觉得 这和他以往拍摄过的作品很不一样 这部电视剧是我拍戏 拍过这种激情的这种场面吧 算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他需要 他需要 因为那个符合那个情境的需要 在那种压抑的那种年代 他需要一种情感的一种 一种释放 也许真的是激情戏足够多 这才在戏还没有拍完的时候 就传出李东学和女主角叶璇 因戏生情的传闻 而叶璇也从不吝啬于表达 对李东学的喜爱之情 那么两人现在是否真的是在谈恋爱呢 不是 我们只是 我明确地告诉你 这种喜欢我觉得可能就是角色的喜欢吧 戏里边的喜欢 因为 其实男女演员在一起拍戏的过程当中 肯定要对方有好感 但我觉得这种的喜欢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对方 你怎么跟对方演对手戏啊 对吗 甚至说一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专业演员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 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戏拍得更好 让传递出来这样的情感更好看 看来两人在戏中的表演实在是太生动了 这才有了之前的传闻 听了这些 你是不是也有些期待了呢 风险娱乐北京报道